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 可以说是举世瞩目 这个成就从很多方面都能体会到 但是呢 我们近年来呢 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话语 道理 理论 概念 特区政府昨天下午在湾仔会展 举办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会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人大法工委主任沈春耀 商务部部长黄文涛作为主讲嘉宾 沈春耀讲到中国的发展奇迹 没有其他国家做到 所以大东央国家 今年来提出呢 讲好中国故事 看看世界近代的历史 在没有战争 没有殖民统治 没有努力贸易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哪个国家实现了这么长时间 持续的发展 美西方近年不断创出词语来攻击中国 沈春耀就认为 这就是话语权的重要性 王部长说了一个小院高墙 我说了一个去风险 最近在流行一个产能过剩 你看他们是在讲经济问题吗 可以讲的振振有词 但是这些话语都具有深刻的内涵 都具有鲜明的矛头指向 这就是话语权 所以呢 我们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